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 在黄河石林景区举行 那共有近万人参加比赛和健康跑 其中的172名参赛人员 参加了百公里越野赛 当天中午的1点左右 百公里越野赛高海拔赛段 20公里到31公里处 受到突变极端天气的影响 局地出现冰雹 冻雨大风灾害性天气 气温骤降 参赛人员出现身体不适 失温等情况 有部分人员失联 随后当地停止比赛 并组织消防,公安,武警 等多方力量搜救 由于赛段内地形地毛复杂 加上夜间气温下降 也增加了搜救的难度 参加百公里越野赛 172名参赛人员当中的151人 已经确认安全 其中有8人轻伤 在医院救治情况稳定 另外有21名参赛人员 找到的时候 已经失去了生命体证 据今天上午召开的救援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